大家好 今天又来帮人安基金会 2024年端午节的一个小手作 那这个小手作其实就是一颗粽子 那今年人安基金会呢 他们预计呢 要在5月24号之前要募集到6500份的粽子 要分证给韩式使用 那这时间有点短 因为今天已经是4月份了 所以这样子有一点短的时间内 要募集到6500份 真的要看看我们手作人 及我们大家的心力 来完成这一个募集的成果 先跟各位讲一下说 人安基金会他募集这一个粽子 今年呢 把我们准备材料了 材料呢 总共有三种 一种就是布料 那今年的布料呢 是14乘以7公分 这是7公分 7乘14 然后一个一布片 布片可以制作一个箱包 然后30公分的斜文线 然后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就是有这种小吊卡 我们只要把小吊卡 附挂上去就完成 比如再像之前 还要秀人安基金会 那这个每一个箱包呢 各位出手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申请一个箱包 三个小时的制工时数 如果说您有需要 可以跟基金会那边申请 基金会的习惯是 以10个箱包 10个箱包为一份材料 一份材料就是10个箱包 然后10个箱包 就是可以依各位所募集的数量 来做申请 比如说你可以申请100个 200个或者是你真的时间有限 能力有限 但是你又想为这个社会 付出一点心力的时候 你也可以申请10个 是可行的 以个人的能力所及来制作它 你跟人安基金会申请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布料 一个就是写文献 一个就是小吊卡 这三样东西 金会把要申请的连结跟资讯呢 放在留言栏里面 请各位依照连结去申请 请大家能够出手协助 这一个募集的活动 有几样东西是我们必须要自备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针线 因为你会整个作品中 你会用到针跟线 那针线的部分呢 一个人 这个应该是还好啦 小问题 因为针线大家都会遇得到 那另外就是说 它的香料 像青就会使用这种 属于比较纯天然的植物香料 那各位也可以使用 手上有的 比如香香豆 或者是说 你有那个香精 滴香精油下去也都OK 这三种都行的 香粉或香香豆 或者是那个精油都行 那里面的填充物呢 当然就是第一个 这是我们要自己准备的 第一个 你可以使用棉花 或者是说 你可以使用布料 你剪下来的一些小碎的 那个小布料 那麻烦各位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要制作的东西是 人安基金会在端午节的时候 要制正韩式的一个物品 那麻烦各位就是说 当您使用的是这种 碎布块的时候 再麻烦一下 就是尽量是保持干净的 而不是说 它是脏污的 然后就塞进去 不是这样 而是说 您可以使用下角的一些碎布块 但是请保持它的干净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您有购买物品的时候 会有这种泡泡袋 这种泡泡袋 它也是很好的填充物 只是它有个地方要比较麻烦各位一下 就是稍微用剪刀 把它剪成小碎块 用剪刀把它剪成小碎块 这样子的 那个 塞进去 效果一样很棒 把它剪成小碎块 一样可以塞进去 然后它的挺度跟立体度也都OK 那有时候像我们自己 如果买水果的时候 不是也会有泡棉袋 也可以拿来运用 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如果说 您把这种剪成这样碎碎的 也可以做填充物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填充物的部分呢 请就是帮各位想了一下 我们会有三种选择 一个是棉花 一个是我们所使用的小碎布 或者是这种泡泡袋 都行 然后呢 能够搭配我们的 比如说是香粉 或者是香香豆 或者是精油 都可以达到它的效果 好 那这就是今天目集里面 请要跟各位解释的 那我现在教各位 怎么去完成这个作品 好 那我这个作品呢 第一个 因为它布料会给我们 7乘14公分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对折 这是会踩好给我们的尺寸 那我们先把它对折 然后就直接车缝 沿边车缝 0.5到1公分 好 车缝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拉对角 中心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中心点是互对的 好 拉对角 那拉对角之后呢 我们是要车缝 我们等一下反口 这个地方要留反口 为什么要留反口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塞棉花 那我们这条30公分的线 就是直接拿起来 然后把它打个结 那你也可以不打结 如果你用车缝的话 可以不打结 但是请多车缝几次 好 把这个结弄出来之后呢 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 这个位置 把它塞进去 你可以选择左边的角 或右边的角 好 放进来了对不对 那这边车缝 车缝这一段 我们需要反口 所以再麻烦各位一下 要留反口 反口 留反口 千万不要车缝 因为我们需要有反口 将作品翻回正面 好 就这样子 车缝 好 把这个拉开的线剪开 好 那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就帮将作品翻回正面 那翻回来的时候啊 这些边边角角都要挑出来 那各位呢 就可以由这个反口 将棉花 或者是这些填充物塞进去 比如说 请可以把这个 这个有没有 碎布块 把它塞进去 那 请有去实测过 不管你是塞 这种碎布块啊 或者是这种 皮皮 那个 那个包装袋啊 或者是说 使用的是棉花 其实它都不影响你整体的一个效果 它能够达到的效果 都是一样很棒的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啊 放进了大家的心意啊 它的成效 就是有大家的祝福 跟努力 我觉得这个成效 大过于 它实际上能够拥有的价值 好 那我现在已经塞了一部分进去 我要塞棉花 我要塞香料的时候 就是可以把棉花摊开 然后抓一把 好 抓进了香粉 然后把它包起来 那为什么要包起来呢 如果你不包起来的话 我们的香粉会污染布料 那那个布料就会有一个角落 是这样黑黑合合的 就颜色不太漂亮 所以就麻烦各位要做一个 包起来的动作 那我们在塞这种棉花的时候啊 就不管是塞棉花 或者是塞碎布块 都要记得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今天制作的作品是粽子 所以呢 这些角角都要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东西去撑住它 那这样整体那个粽子才会漂亮 行才会漂亮 而且老人家都说 那个粽子如果那个角没有尖尖的话 那个粽子就是没有包好的 各位有没有包粽子的经验 对 这就是那个包粽子的经验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角一定要撑出来 让它感觉 哇 这个粽子很扎实 好 那已经完成它之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布边塞进去 好 塞进去之后 我们就取针线啊 其实这个作品使用手缝一样可以完成 所以如果说您手上真的没有裁缝车 也没有那个什么工业车家用车 什么都没有 其实手缝一样可以做到 所以如果您真有心 想为这个社会尽一点心力的时候啊 用手缝一样是可以达到它的效果的 那再来呢 我们使用长针缝 将这个开口把它 这个反口的位置把它缝合 那长针缝 很多人都会问说长针缝怎么缝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青 我现在先在我的 靠近我的这个布块 挑了一个 挑了一针 然后我又再靠外侧的地方 又挑一针 再来再靠自己的这一侧 又再挑一针 以这种重复循环的方式 把它挑好 那为什么它叫长针缝 稍微现在有看到线对不对 我稍微一拉 轻轻一拉 线就不见了 所以它就把针 针孔给藏起来了 所以它叫长针缝 好 那透过这种缝法 其实各位就可以很快就看到说 这个开口就被我们收掉了 好 我现在这样开口快收掉了 好 收完 然后打个结 我们要把尾线剪掉 就是缝线要剪掉 那青都会习惯最后一针再入 再入进去 入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把线尾收在布料里面 好 那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那人安基金会呢 今年就很贴心 它设计了一个这个小卡片 看一下 蛮可爱的 它就是有一个人安基金会的一个logo 再加上说这是人安基金会 他们今年设计的一个小吊卡 我觉得蛮可爱的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小吊卡 跟香包做一个结合 有线上手上现有的材料来制作这个东西 因为你可能需要准备去寻找棉花 就是填充物跟我们的香粉 这是您必须要去寻找的东西 然后呢今年的木集呢 总共会有两种不同的色调 有咖啡色的 也有炒绿色的 这个抹茶色 我都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抹茶 一个拿铁 好那就是这个就是今年 搭配2024年人安基金会端午节的 一个募集的作品 那它的日 它的募集日子到5月24号 预计要募集6500份 麻烦各位 如果说您真的想支援 支持这一个活动的话呢 就麻烦各位在底下 或者是留言区呢 请就会放上连结 您可以向基金会提出 申请材料的募集 基金会会把东西寄给你 然后让你透过加工制作之后 再寄回到基金会里面去 基金会他们有表示说 今年的作品呢 每一个作品 它可以得到三个小时的 志工时数申请 您可以跟他讲 您需要志工时数表 他就会把表格给你 然后你就填写之后 含作品一起寄回去 就会为您做填写动作 然后让您能够登录 基金会本身今年募集的数量 是6500份 需要的时间 募集在5月24号之前 就一定要再寄还到 人安基金会的手里 所以呢 实际有点紧凑 希望各位呢 能够发挥爱心 跟请一起来做公益 把这个我们的爱心 透过人安基金会 将爱心送到韩市的手里 这样子 让他们在端午节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说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我们愿意为他们付出 好 那请今天跟各位分享 这个作品呢 就到此结束 那欢迎对亲频道 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 拜拜